由亚洲塑胶杯大王之称的潘庆瑞 他创立的瑞奇生物科技公司 夫妻争产事件刚刚落幕 那么现在传出公司即将遭到法拍 因为他激欠缴纳给环保署环保回收费 总共四亿七千多万 一月份开给环保署的支票也都跳票 遭到了行政执行处开闸 总共12亿的资产已经遭到查封 准备要法拍 一个又一个塑胶杯不断从生产线冒出来 北王潘庆瑞一手大造的瑞奇生物科技公司 却因为急欠环保回收费 畅方即将被访牌 两大碟卷证资料 全是瑞奇生物科技公司 七年来夙院打救济的文件 民国95年开始瑞奇生物科技公司 因为不满环保署的环保回收费收得太高 平均每卖出100个杯子 就要缴纳13块钱的回收费 救济夙院却都失败 才会累积高达4.7亿元的欠款 虽然之前每月都有按期缴纳 但交纳金额偏低1月31号 开的四张一千多万支票又全都跳票 发布行政执行署决定开闸 约12亿市值的两栋厂房已经被查封 最慢4月就会被打开 实在是不合理 那它的一个比例 占营业额的10% 那陆续都有在分期做偿还 然后我们就是利用外销 然后来贴补国内的这个回收费 被忘的儿子潘威智跳出来喊冤 认为这样的做法根本是惩罚怪怪开发票 缴税的厂商 瑞奇的两间厂房市值超过12亿 虽然已经有人表示购买意愿 但行政执行署仍希望杯王能设法周转 按月偿还 才可能解除查封 否则飞王恐怕难逃信用破产的命运 记者简正峰 罗里面桃园参谎报道